A.O.C.前一段時間出現在了這個變裝皇后的電視節目上 來說明這些變裝皇后的這些人有多麼重要 有多麼愛國 有多麼獨特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電視節目的畫面 讓我們不忘記了 誰在那一陣子的第一架子 你知不知道 這就是我們通過的 Equality Act在這陣子的這陣子 這陣子的婚禮 這陣子的婚禮 我意思是你 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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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是 我真是 你真是 我真是 我真是 在這陣子裡 和你和你母親 和我們所有的家庭 謝謝 雖然這是一年多前的片段 但是現在好像沒有什麼改變 而且還每況愈下了 為什麼會講到這個 等等新聞會提到 AOC是一個很會博眼球的人 他會使用各種手段 把美光燈聚焦在他的身上 非常類似剛過去台灣的 Nancy Pelosi 是一樣 他覺得所有的人都應該要看到他 而且讚美他 那我們就來討論一下 AOC剛剛說的那一段影片內容 他說不要忘記 第一個對著Stonewall砸石頭的人 就是個變裝皇后 這是一個歷史事實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可以去查一下 1969年的時候 紐約有一個同性戀酒吧 叫做Stonewall Inn 這個同性戀酒吧 是義大利黑手黨控制的 當時美國是全面禁酒的 有禁酒令 一名叫做 Malcolm Michael Jr.的變裝皇后 她的Stage Name叫做 Marshia P. Johnson 因為當時酒吧只允許 男童性戀進入 不允許女人 或者其他的 亂七八糟的人進入 所以這位變裝皇后 就很生氣的拿起了石頭 砸了這個Stonewall的這個玻璃 當時造成了大暴動 那我來幫各位整理一下 就是一個非法的組織 控制著一個同性戀酒吧 幹著非法的勾當 做著性別以及性向歧視的事情 結果一個變性人 覺得自己被這個性別歧視 性向歧視而歧視了 而攻擊這個同性戀的酒吧 是的 這是一個變性人 變裝皇后 攻擊同性戀的歷史案件 但是被AOC說成是一個 愛國的曼妙的 改變人的藝術事件 簡單的說就是 任何符合他們政治方向 都可以被美化成一個正義的事件 保守派常常被指控的東西就是 我們太大驚小怪了 對不對 我們老是認為 如果某某小的東西是被允許的話 接下來就會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例如說 如果同婚過了的話 扭曲婚姻的這個神聖性 被通過的話 到時候就不只是男男同婚 女女同婚了 甚至跟小孩 甚至跟狗 跟什麼初嬰之類的 我們會被說是大驚小怪 但是 我們常常是對的 就拿變裝皇后這個議題來講好了 2016到2017年的時候 我們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 Drag Queen Story Hour 就是這個變裝皇后故事時間 其實當時我沒有太在乎 而且我才剛信主 很多人說 不要這麼大驚小怪好不好 台灣就只是一個男的 穿著很奇怪的衣服 去講故事給小孩聽啊 就跟你在迪士尼樂園 米老鼠跟小孩照相一樣 不要這麼大驚小怪好嗎 基督徒 然後 現在 紐約的公立圖書館 開始了一個新的活動 要教導9到18歲的孩子 如何變成變裝皇后 這個活動叫做 Learn the art of drag 人類是一個天生有罪的生物 我們吸收罪惡是非常快的 在這短短的三四年內 我們從變裝皇后讀故事給小孩聽 變成了教導小孩如何穿的 變性的衣服 然後變態的衣服 然後跳舞給大人 然後大人來看要給小費 首先我們要來了解 變裝皇后是什麼 變裝皇后就是一個男人 穿著非常露骨 而且暴露的衣服 這些女人都不會穿的衣服 然後假裝自己是個女人 誇張的跳著充滿性暗示 性挑釁的這些舞蹈 然後用這個樣子的方式 來賺取金錢 這個就是變裝皇后的意思 這跟以前台灣的什麼 羊婆婆董月花那種 純粹搞笑的娛樂表演 是完全不同的 然後現在很多這些變態的成年男子 領著納稅人的錢 去納稅人的稅金經營的公立圖書館 教小孩怎麼樣也變成一個變態